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教会举办一个福音餐会的时候 我还记得大家同工都很努力 很积极地宣传 推动 一直期待福音餐会可以快些来临 但谁不知在福音餐会 未到之前一个星期 我发觉到不知为何 那个报名的人数是其少 这是我意料之外 所以当时心里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就快到福音餐会举行的时间 但是那些遗数报名 才是差不多一半 而一半都未满 在一种坦剔的时候 我发觉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祈祷 于是我记得那天 我就在办公室那里 就关了一道门 然后呢 我就跪在那里 我就向天父祈祷 我就跟天父说 我说 神啊 你知道了 报道会就快来了 这个餐会 现在报名人数 只有一半都未够 那我真的做不到些什么 我求上帝你自己感动弟兄姊妹的心 希望多些弟兄姊妹 有踊跃一点的反应 我就将这个福音餐会 交给你的手中 我祈祷完肚之后 我就起身 那一刻 觉得内心里面 一种很平稳 很平静的感觉 我知道我已经交托了被天父 所以我就相信 神会带领一切 于是我就开始 向天父来仰望 很奇妙 在那个礼拜当中 奇迹就发生了 原来那些弟兄姊妹 陆陆陆陆陆陆陆 就很多的反应 也都很积极的报名 见到那些弟兄姊妹 不知道是不是 惯了持报名 在那几日当中 那些报名情况 好像潮水涌来 所以经过那一次的体会之后 我真的发觉到 神是很有能力的 可以做到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都很期望大家 多一些 一起去祷告 仰望呼求上帝 十月一日是一个很宝贵的日子 很难得的时间 我们可以有个祈祷日的举行 当日是假期 而且由早到晚 我们都可以很自由地去向天父祈祷 我鼓励大家预出这个日子 一起来向天父祷告 呼求神祂的作为 能够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 是 让我们学习谦卑 尋求上帝的角度去祈祷 接下来有十月一香港祈祷日 鼓励大家去到马湾挪亚方舟参与 详细可以浏览这个网址 详细可以浏览这个网址 或者支电2332-8361